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好久沒有提前試讀了 今天這款 試讀也不讀 但就真的沒什麼意思 劍俠闖江湖 開發商是中國的遊戲網路 實際背後母公司為三九戶雲 是以金銀換皮傳奇遊戲為主 台灣代理為Again One熱根遊戲 目前尚未發廣告跟開服消息 但應該不久之後就會看到 這邊補充一下 包含之前該公司代理的 魔力寶貝回憶的遊戲開發商 江蘇換運網路也是三九戶雲旗下 而之前我在影片中有討論 正版授權包含網站logo授權文字等問題 後來在網易下面還真的補上了一個SE的logo 真不知道該不該說你是用心 但我覺得這有點搞錯重點 會玩的人不會在意 在意的人也不見得不玩 像希望M這麼忠實還原 也還是很多鐵粉支持的 還是花心思好好建議遊戲 別只想整那些拳拳跑路的套路 今天這款遊戲在中國有很多名字 小禮飛刀 古龍武俠傳 武林俠克傳 武林天下等 在去年5月27號開服 但討論度不多 我本來蠻疑惑的 但在玩過以後就覺得 難怪 遊戲為回合字卡牌養成 主要就是跟著劇情主線刷 一路就是跟著點加auto就完事了 戰鬥畫面蠻陽春的 玩起來有點像是低配版的放450 一拳超人這類 還塞了幾個看似有創意的系統 像尋寶遊戲 但就只是把畫面的雜物點一遍 建築系統 就是支援收菜 當我在玩COC是吧 還有一個邦會領地佔領 也是單純比戰力強 沒有什麼戰略性 立繪設計一般 但搞了一大堆角色 擺明就是要你抽來一堆戰力 看到這超長的收集畫卷 怎麼不乾脆改名叫水浮傳 實裝功能也是擺設用 不知道是不是沒錢請人畫 或者不知道是哪COBY來的模組 所以沒有實裝後續的功能 現在換皮遊戲都還知道做實裝圈錢 你這個不及格啊 然後聊天室也很搞笑 最後的訊息是三個月前 而我的伺服器參加工會的玩家不到15個 這也未免太可憐了吧 而關於課經典就不多做介紹了 就只是把換皮MAO那套照搬過來 真的是什麼公司出產什麼遊戲 結論 阿鬼你還是早點投胎吧 真的是別來鬧 台灣的韭菜雖然不少 但也沒這麼容易割 玩法既不特別 例會也很一般 就純粹的花錢買戰力 市場上已經很多款了 出遊戲毒吧 但又不完全是爛大街的放置MAO換皮 說不毒吧 就是縫合很多玩法的伺服相 我整體評價起來 比沒有戰鬥畫面的少女回戰還不如 重點是 自己人都不買單了 還想外銷 真不知道是誰給你的勇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一定會變成 當孔子 快點 現在 整個做宅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